这样一个宽度 然后呢 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安全门 然后进到这个安全门之后呢 从这进来还有一个安全门 然后再从这个小门才能进到拉登住的这个房屋 据说拉登呢是在这个房屋的二层和三层 有一点的需要给大家一定提示一下 就在这儿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这儿呢有一个围墙 这个围墙呢是2.1米高 有人分析呢这是专为拉登设计的 因为拉针自己的身高 很高是1米95 为了让他比如说在这个散步啊 或者说在阳台上透透气的时候 不被外面的这些人看到 所以把这个围墙特意设定为2.1米高 也就是高过他头将近一头 这样一个概念 另外当然还有这个 他的垃圾焚烧点 他从来这家人从来不往外倒垃圾 还有据说这个房子里呢 还有一个卫星锅 这是为了接收这个电视信号的 但是这个房间里边没有电话 也没有这个互联网 两位通过刚才那个画面 孙先生啊 现场的这种画面再加上这个图 给我们感觉就是说 一方面看现场的画面 那个房子并不是想象的说是这种 非常的阴森壁垒 然后机关重重那样一种高科技的东西 感觉很很朴素 像农民的那种土房 郊区的那种土房 而另外一方面呢 你通过这些图上的种种的这个数据 又感觉真是处心几率 为了这个藏身 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拉登是为什么要藏在这 我觉得这一块地方 或者他藏在这的考虑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块地方 其实今年1月份的时候 已经抓过一个恐怖分子 这块我们可以看一个连线地图上 从喀布尔到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我们知道也是巴基斯坦的 传统的一个基地组织 或者一个非常恐怖的组织 在那呆在一个高山峻岭 在那里呆着 就是印度接壤的地方 它是完全在这条直线上 只不过它是靠近克什米尔 只要稍微一走就可以去 而且在这条通道上 是不断的有人走 不断的有人走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交通要道 对 那么这个比拉尔镇呢 一定是他们的一个歇脚的地方 或者说这个市也是一个 当然也有人说是 灯下黑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的设计 其实如果说是要真是防美军 我们看到那个墙 就是有一张图是把墙都倒掉了 因为邻居说晚上不让他们开灯 在屋里待着 听到重机枪声 只要重机枪 那个墙一打就倒了 不用炸 半土墙 对 就是外围的那个大墙 对 现在是用红的东西给打上了 也就说您的意思就是说 并不是防美军导弹和重武器的 可能是防比如说 巴基斯坦这个军方 或者说情报部门 安全部门来进行检查 便于这个逃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我们央视所制作的 根据各种新闻所制作的